大家好,我是Den 韩国一尊女团 因为所属公司的放任不管 导致团体实际上解散 甚至还让对内外国成员们留下了前科 而引起了争议 2018年出道的孔文索妞 是由5位韩国成员 1位台湾成员 1位日本成员所组成的7人组合女团 但是从2021年发表最后一张专辑后 就没有了回归消息 反而是在网络上开始流传 所属公司欠托了职员们的工资 而让粉丝们非常担心 然后在去年10月 制作孔文索妞第五张专辑的制作人 在IG直播中爆料 孔文索妞的所属公司的Web Music 只是在文件上存在的皮包公司 自己也没有收到制作专辑的费用 孔文索妞实际上是解散了 而孔文索妞的官方SNS 在去年9月之后也没有任何更新 然后在1月22号 一家媒体报道了 孔文索妞所有成员们 都向所属公司提出了专属合约解除诉讼 因为所属公司的无辩论 成员们在一审胜诉的消息 而在诉讼过程中 成员们的遭遇也被曝光了 根据媒体报道 2022年2月 因为所属公司没有缴纳宿舍租金 所有成员们都从宿舍被驱逐 在7月 舞蹈练习师也关门 负责孔文索妞活动行程的工作人员 以及经纪人也都辞职了 而且公司也没有给成员们公开任何结算明细 甚至因为所属公司 连对内台湾日本成员们的 签证业务也放任不管 导致他们缴纳了罚纪 也留下了前科 目前公司在收到判决数14天之内 如果不上诉的话 成员亲人就能确定全员胜诉 才可以搬到别的公司等 自由的活动了 为缴纳租金被驱逐 还让外国成员留下前科 真的是太过分了 我到现在还在听孔文聪教的歌呢 既然发生这种事情 所属公司真的是疯了 放任不管签证业务留下前科 真的是疯了 真能给航务造成不好的印象 无脑的公司 曹凯王现在在家乡做舞蹈老师 没想到原来是在诉讼 唉 希望孔文聪教成员们 都能在各自的路上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K-POP PAK排行 PAK Perfect OK的意思是指 在韩国所有音源网站的时事排行 日间排行 日间累积排行 拿下一位的意思 嗯 有点复杂吗 简单的说就是 韩国网友们真的 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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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听的歌曲 听说是什么 这一位是女孩子的 17位是女孩子的 NUDE 16位是幻不文章的 16位是幻不文章的 DONTOUCH ME 15位是IU8 14位是幻不文章的 Iu Leon 13位Iu Blooming 12位Iu Strawberry Moon 11位 여자爱的 Toon Boy 10位MSG Wannabe 12位Icon 12位Sack3 11位置 31位Icon 12位опрос 12位 五位I U I Love 四位Ziko Amunore 三位I U Celebrity 二位Nujiens Ditto 一位방탄소년단 Dynamite 四位Nujiens Di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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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Nujiens Ditto